你知道四大菩萨中最牛的是哪一位吗 在西游记真假美活王一回中 一真一假孙悟空打得不可开交 无论是唐僧师徒还是天庭的神仙 甚至就连观音菩萨都分不清真假 后来两个猴子又打到地府 地藏王菩萨的坐骑地听一听 便知道了真假 而地藏王菩萨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菩萨中最顶级的存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了佛教背后的故事 你就知道了 新来的小伙伴不妨点个关注 了解更多人间奇闻 佛教中一共有四大菩萨 分别是观世音菩萨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和地藏王菩萨 这四位菩萨分别代表了 慈悲 智慧 德行和愿力 各司其职 掌管着不一样的事项 而正如同地藏王菩萨名号所诠释的一样 地藏王菩萨专管明界地域 所有魂怪亡灵的度化事宜 是佛门在幽明界的代言人 他的道场位于现如今的安徽城九华山境内 相传千年前 新罗国的一位王子舍弃王位到此修行 而巧合的是 他的法名也叫做地藏 这位王子住世99年 作画后肉身至今未复 又因为他的一些言行显现神迹 被人们认为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 为了纪念他 人们就将这里设作地藏王菩萨的道场 又把他作画的那一天定为地藏王菩萨成道日 这一天是每年的六月初六 也正是因此 地藏王菩萨的画像 是根据那位新罗国王子的形象所画的 在后来诸多的菩萨画像中 只有地藏王菩萨是以僧人形象示人的 而之所以说地藏王菩萨是菩萨中最顶级的存在 是因为以普度众生满足众生愿求的角度来看的话 地藏王菩萨远超其他诸大菩萨 哪怕你有再多的恶行 心存多的恶念 只要你还有一丁点的善根 地藏王菩萨都不会放弃你 他不计较众生的罪孽 而是用无尽的慈悲心和智慧力量 帮助他们脱离苦难 重获新生 因此在佛教中 地藏王菩萨被视为一位众生最亲切的菩萨 佛教经典 地藏菩萨本愿经 写下了地藏王菩萨在冥界中 度化众生种种苦难的事迹 又将那些出了名的大菩萨都搬出来 就是为了说明地藏王菩萨的殊胜功德 作为我们所熟知的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这种义无反顾的态度 以及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的宏愿 这些其实都出自地藏王菩萨 按常理来说 地藏王菩萨早已功德圆满 具备了成佛的条件 但他为了世间苍生 选择不入涅槃 愿意始终以菩萨自居 担任起度化众生的众人 用世俗的话来说 地藏王菩萨就是一个典型的 无私奉献的英雄形象 他选择燃烧自己 来照亮这个充斥着罪恶的明界 直至度尽世间罪孽 而关于地藏王菩萨的 前世今生中 其中就有这么一段 旧母的佳话广为流传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地藏王菩萨为何被称为 菩萨中最顶级的存在 因为对于有过罪业的众生来说 他是唯一的希望 而在成佛之前 地藏王菩萨就创造过一个 超度的奇迹 我们都知道 佛教有一句话非常经典 那就是云云众生皆可成佛 地藏王菩萨还在未成为菩萨身之前 也只是一个凡人 他是历经了许多劫数 才成为了我们现在口中的地藏王菩萨 并且期间还成就了一段又一段的佳话 相传在过去不可计数的无量劫之前 有一位佛号为 绝华定自在王的如来 这时正处于佛教所说的 相法时代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出身婆罗门的女子 因为在无数个前世中 积下了无穷的福德 所以到了这一世的时候 这位婆罗门女身边 无时无刻都会有一些菩萨 天神在隐隐之中保佑着她 但与之相反的是 她的母亲却听信邪教的谗言 对佛教三宝加以诽谤 讥讽充满了不屑 婆罗门女想了很多办法 试图令自己的母亲改邪归正 但是奈何她的母亲执迷不悟 并且业障太深 到最后都没有丝毫改善 不出意外 她的母亲在死后堕入了无间地狱 由于母亲生前的种种行为 婆罗门女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不过即便母亲着了邪魔之道 婆罗门女还是不愿因为这些而放弃她 为了不让母亲在地狱里受苦 婆罗门女卖掉所有家产 将其用于佛教事业 后来有一天 婆罗门女带着许多贡品 来到绝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寺院里 她心想 佛陀一定知道自己的母亲死后 去了哪个地狱 怀着这种沉痛的心情 婆罗门女在佛像前边哭边祷告 也终于是感动了如来 如来告诉她 等供养仪式结束后 只需要在静世端坐 然后默念自己的名号 就可以知道她母亲的去处了 婆罗门女照做后 灵魂出鞘 果真在地狱里打探到的母亲的消息 但地狱里的场面也非常令人胆寒 沸腾了的海水中 四处都是吃人的怪物 还有许多夜叉 虽然不吃人 但却以折磨人为乐 他们有的将人驱赶到怪物处 让怪物吃掉他们 而有的手法则更加恐怖 他们直接将人扭作麻花状 不过婆罗门女有菩萨护佑 并不会受到这些场面的干扰 相反还受到了无毒鬼王的迎接 无毒鬼王告诉她 她的母亲因为受到她的救度 已经摆脱地狱升天了 而且除此之外 那些原本与她母亲 同处一个地狱的罪人 也受到了婆罗门女的惠泽 得以一并升天 从此之后 婆罗门女更加虔诚的拜祷 在佛门之前 还立下了拯救众生的誓愿 而这个婆罗门女 其实就是后来的地藏王菩萨 当然 这只是地藏王菩萨 无数生世中的仪式 但却最有代表性 不过世间事物千变万化 婆罗门女虽投入了佛门 但佛法也是有兴盛衰弱之说的 相法时代过后 佛法湮灭就转入了末法时代 也就是在这样的佛法衰微之际 地藏王菩萨受到释迦牟尼佛的嘱咐 肩负起了更加沉重的担子 佛法所说的末法时代 或许已经到来 而在此期间 世间开始流传起了一本叫做 地藏王菩萨本愿经的佛教经典 据说其中隐含着超度的秘密 书中到底讲了什么 在佛教的传说中 释迦牟尼佛入涅槃后 佛法很快就步入了末法时代 在这段时间里 佛法的传承和理解变得困难 有很多偏见和扭曲的解释出现 人心的贪嗔吃质也更加浓厚 众生的修行难度增加 而释迦牟尼佛早有预见 便将这期间解救苍生 弘扬佛法的重任交给了地藏王菩萨 而地藏王菩萨也自是必将尽职尽责 度尽六道众生 否则永不成佛 据说末法时代会持续一万年的时间 直到弥勒佛降世时 佛法乃至整个世界才会迎来全新的时代 到那时地藏王菩萨的使命 才算圆满完成 但是在此之前 地藏王菩萨必须以无比的慈悲和智慧 坚守在众生的身边 度化他们的苦难和迷惑 就此我们能够看出 地藏王菩萨是深深受到释迦牟尼佛信赖的 他也的确受得起顶级菩萨这个称号 后来成书的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记录了地藏王菩萨的愿力 以及他度化众生的故事和方法 在这本佛教经典中 他教导众生修行善行 解除恶习 追求解脱的道路 而且书中写道 通过诵读这本经书 可以解脱罪孽和痛苦 有机会修行和转生到更好的世界 书中写道 如果在睡梦中见到各式鬼神 各类众生像 他们啼哭哀嚎惊恐叹腕 这其实就是过去的父母眷侣 兄弟姐妹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 他们可能在你的一世前 十世前 百世前 乃至千世前与你有过一段这种亲密的关系 但由于那一世 他们犯下孽障 死去之后 无法转世出离 就只好将希望寄托于存于世间的骨肉同胞 希望对方能够为自己做些什么 帮助自己脱离恶道 这种说法有点像我们民间常说的亲人托梦 但是地藏王菩萨本愿经所写的这种亲属关系 可以追溯到千世之前 并且还可以产生联系 还是令人比较惊奇的 并且更令人惊奇的是 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还就此给了解决方法 按照经中所说 只要对着菩萨的雕像或画像 将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诵读三遍七遍 在工程后 这些陷入恶道中的亲人 自会解脱 那些梦呢 从此之后 也就不会再出现了 这本经书 是否真的有那么神奇呢 我们不得而知 大家当故事听听即可 但总而言之 保持一个善良的心 是没有错的 看到这里 您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